在我現在看起來 回顧當時陳水扁 會到這個太平島去宣誓主權 基本上是因為他戰略觀念 沒有什麼戰略觀念 這個是一貫的作風 只是為了作秀而作秀 所以就到那邊去 沒有什麼任何事情發生 至於馬英九那就很不一樣 在他去的時候正好是 南海非常緊張的時候 馬英九去是莫名其妙的 因為那時候主要是 菲律賓跟中國的爭執 菲律賓跟這個中國又緊張起來了 馬英九要步馬英九的後路 去重演一遍 兩岸共同捍衛南海主權嗎 莫名其妙頭殼壞掉不知死活 馬英九去的時候是在2016年 而2016年的時候這個島礁還沒有完全建設完成的時候 他去其實 基本上對他來講沒有什麼太大的安全上的危險 但是現在時空環境已經改變了 這裡是已經形成一個所謂的 這個戰略密布的一個狀態 對我們領導人要去的話 沒有做好完全的百分之百的維安的這樣的一個措施的話 我是建議還是真的暫時先不要去 這不是敢不敢去的問題 而是為什麼目的而去的問題 在我現在看起來回顧當時陳水扁會到這個太平島去宣誓主權 基本上是因為他戰略觀念 沒有什麼戰略觀念 這個是一貫的作風 只是為了作秀而作秀 所以就到那邊去沒有什麼任何事情發生 至於馬英九那就很不一樣 在他去的時候正好是南海非常緊張的時候 中美雙方在軍艦在上面巡域戶別苗頭 同時呢 菲律賓當時把這個南海所謂的九段線 或者中國的歷史水域提到國際仲裁庭上面 這個仲裁的過程正在最緊密 緊羅密鼓緊張的時候 那北京放話要求馬英九在南海上面 共襄盛舉於共同捍衛中國主權 所以那時候馬英九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去了太平島而事先 這個北京就給他一個馬席會 給他做一個旗約 然後他去了之後果然呢 就按照這個旗約 在這個登島之外 還正式公布了 由外交部公布的南海 十一段線 中國歷史水域有什麼偉大的這個證據 諸子此類 等於聲援北京 對抗國際仲裁庭 以及對抗菲律跟美國 那麼這個全世界依據 國際海洋公約 所主張的這個權益 加以挑戰 換句話說 他就是響應北京 共同捍衛南海主權 去挑戰這個 國際海洋公約的規範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 現在正好南海 菲律賓跟這個 中國又緊張起來了 馬英軍 要布 馬英九的後路 去重演一遍 兩岸共同捍衛南海主權嗎 所以 這個南海主權 國際仲裁庭已經非常清楚 這樣的這個 把這個歷史水域 把這個 中國的所謂的水域 從海南島往南 延伸兩千公里 只畫到這個菲律賓 馬來西亞 文萊 還有 這個印尼的門 這個門口 這會非常荒謬的 那 如果 沒 為了這樣的爭議 你是中國立場 你就把它講清楚 我就 跟隨馬英九 要不然 現在有什麼太平老 有什麼 太平老 現在太平無事 你去宣誓什麼主權呢 莫名其妙 你是不是好像還在臉書上面 還講到就是 不知死福 你覺得整個藍尾 好像都被馬尾軍牽著筆 這個就是很離譜 因為去那邊 如果是布馬英九的後塵的話 如果效法馬英九去捍衛 這個所謂的 藉著登林太平島去捍衛 這個南海的歷史水域的話 那就公然挑戰 這個國際海洋公約 也公然要跟 南海周邊鄰居 左鄰右舍唱對台 還要去跟 這個歐 美 世界所有的這個民主國家 都認為必須要遵守的 這個國際仲裁庭的這個裁決 去加以挑戰 那真的是莫名其妙 頭殼壞掉不知死活 那因為其實當時就是因為 這個仲裁的結果 把太平島變成礁 那現在馬文軍又要再去 那個已經變成這個 國際仲裁庭這個裁決已經明確了 他不可能去改 所以那個馬英九 當這個太複雜了 剛才跳過去 這個 當時馬英九去 是莫名其妙的 因為那時候 主要是菲律賓跟中國的爭執 主要是中國大陸在2013年 因為這個仲裁案出現之後 他就開始做填海造陸 填海造陸的時間點 完成的時間點 大概就是剛好在馬英九任期結束 那個時間點 也就是大概在201617的時候 大概結束了 2019年他開始做一些 所謂的軍事上的測試 到現在為止你看到 他不管在仁愛礁去騷擾菲律賓的船舶 補給嘛對不對 還有在萬安潭去騷擾越南的船舶 都是在2019年以後的事情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島礁建設完之後 他有3000公尺的機場跑道 他有這個大型的 可以停5000噸左右的港口 所以這些地方 就成為他中國海警 以及解放軍的前進補給基地 所以代表說在2019年以後 情勢整個全部改觀了 那這個情勢改觀之後 就形成中國的軍力的投射 這個在這裡來講的話 就會變得比較密集 所以才會造成說 在以往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在騷擾菲律賓來講 他還不至於說去做碰撞 去做這種所謂鑄噴射的一個動作 因為他當時勢單力薄 他基本上只能做一些騷擾動作 但是現在是用一個類似封鎖的概念 來處理這個仁愛礁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到 這三個島礁 這個有機場跑道的三個島礁 的確發揮了他軍事上的一個作為 所以我們這一次來講的話 因為馬英九去是在2016年 馬英九去的時候是在2016年 而2016年的時候 這個島礁還沒有完全建設完成的時候 他去其實基本上對他來講 沒有什麼太大的安全上的危險 但是現在時空環境已經改變了 所以我剛剛提到了 因為2019年以後整個島礁完全建設完成 然後開始進行所謂的前進基地的一個行駛的情況下 這個地方全部都是戰艦密布啊 或者是說我們講說到處都是海上民兵也好 或是到處都是中國海警也好 那相對的菲律賓跟越南也會採取相應的措施 所以這個地方相對的比以往更加緊張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情勢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樣的原因就在這裡 但目前是不是包含像是剛老師剛剛提到的 中國跟菲律賓之間的一個衝突 以及中國跟越南之間的衝突 甚至連美軍也都在南海這邊有所謂的自由航行的一個狀況下 這邊是已經變成從區域的一個 東亞區域的緊張情勢變成升溫到國際的一個焦點 對 因為我們知道說以往在陳水扁總統時代來講的話 因為當時兩岸關係的緊張 還有整個這個當時美國也還沒推出所謂的重返亞太 這樣的一個策略 所以在這個地方相對來講會比較沒有人太多重視 所以其實阿扁講的沒有錯 阿扁那時候蓋完跑道他去的時候其實沒有任何美國關切 因為美國根本就不在意這個地方 所以當時美國不是很注意這個地方 但到了2015年馬英九當時吵著要去的時候 那是因為2013年菲律賓提出南海重裁案之後 整個美國的焦點全部關注到南海這個地方來 所以那時候的情勢又做一些改變 那到現在為止來講的話 因為島教已經建設完成了 軍事化措施已經完成了 那現在不斷的在騷擾周邊國家 不是只有菲律賓跟越南而已 連馬來西亞這個比較親中的一些友好的國家 那本他的遊警也被騷擾 所以整個局勢來講的話已經有些改觀 那美國為了維護這個地方的自由航行 所以他結合了日本結合了澳洲 所以澳洲的比如說之前我們看到他的海神這個偵察機 為什麼會被中國騷擾 釋放那個所謂的鋁片 或者是說有關這個美國的這個軍艦不斷的 比如說也甚至進入到我們的太平島周邊的這個地方 共軍的這個軍艦也進入到我們太平島附近的地方 所以顯然來講的話這個地方 即便是西部媒體不是很多的披露 但是事實上這裡是已經形成一個所謂的這個 在於密布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如果對我們領導人要去的話 沒有做好完全的百分之百的維安的這樣的一個措施的話 我是建議還是真的是暫時先不要去 那現在這些藍尾跟白尾去這邊 是不是變成所謂的一些挑撥者 或是甚至所謂的麻煩製造者嗎 我覺得他們也沒有那種大能量 可以去做麻煩製造者 但是我覺得他們如果真的要去 真的可以搭著我們的軍艦 或者是我們的海巡船過去 主要原因是讓他們體驗看看 這個在整個過程當中 這種國際政治的這個運作 因為他一出去絕對會迎來美國的 中共的澳洲的菲律賓的越南的 甚至於馬來西亞等等這些國家的偵察機也好 軍艦也好海警船也好 甚至海上民兵的一個騷擾 所以這些東西我們要怎麼去排除 以及去確保我們的安全 我是建議這些委員們可以去看看 因為主要原因就涉及到未來 可能對於我們東沙跟太平的國防預算 還有我們的海巡的能量 要不要多增加一些預算 如果他能夠感受到這種所謂的 戰民密布的氣氛來講的話 應該會支持我們的國防財政 但是蔡英文總統不去的話 是不是其實變相也可以說 他在整個國際局勢的判斷上面 也會相對比較沉穩 或者是說比較不會想要挑起一些紛爭 是你想想看 如果蔡英文去的話 要挑起這個區域的紛爭 那豈不是對我們台灣的整體的國家利益是不利的嗎 那如果去的話 反而沒有增加我們的主權 反而被人家一直不斷的在重申說 他越南也有太平島的主權等等之類 這反倒適得其反 我的概念是這樣子 就是說當一個領土主權沒有爭議的情況之下 我們自己認為是沒有爭議的情況之下 而他的國家也沒有在每天叫囂的情況之下 那基本上這個島礁是在我們的掌控之下 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你不會說因為說今天龜山島也好 或是小琉球也好 是我們的 然後你每天去去宣稱說這是我們的領土主權 不會這麼做的 所以原則上來講是我們的就是我們的 而且我們的實質佔有 而太平島的問題出在哪裡 他不是在主權問題 他在主權權利的問題 什麼叫主權權利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兩把海裡的專屬經濟區 跟大陸交成這個問題上面 而這個問題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是目前南海仲裁案 他第一次案子出來裁決的結果 是我們太平島沒有兩把海裡 但是沒有否認我們有十二海裡 十二海裡是領海主權的概念 跟領土主權的概念 所以簡單講這事情有點複雜 但複雜的程度原因是在於 在領土主權沒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反倒是專屬經濟區跟大陸交成的 主權權利有被挑戰的可能性 那這個東西要證明的話 必須透過我們的有效執法 我們有效執法還是來自於預算 我們的預算來講的話 希望這些國民黨立委能夠支持 支持 臉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